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从老师身上不断的去猜测资源 淡江大学在学电机里面私校的排行榜是第二名 我们能看到新大学就是排行第一名 大学校长开学电 学生老师都受害 学生老师都受害 大学校长开学电 大学校长开学电 学生老师都受害 学生老师都受害 刚结束考试的高中生们 他们都一直在想说 要怎么挑选到一所比较好的大学 所以他们都会来这个大学博览会 来去想说 怎么样去挑选一所 可以符合他们 需求 然后以及未来也有所发展的大学 但是 除了他们表面光鲜亮丽的这些 这些愿景之外 我们也必须要提醒各位家长 以及各位在选择大学的这些考生 我们必须要提醒他们 现在高等教育里面出现了非常多的状况 我们这一次提出了大概是四个指标 第一个是学生数设不足的大学 第二个是声势比值最高的大学 声势比值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老师 大概要负责多少学生 第三个是参检课程指数最多的大学 然后我们还提出了一个综合的排名 淡江大学在学电竞里面私校的排行榜 是第二名 淡江大学在第二名的位置 其实我们也是完全不意外 学校放纵这个声势比值非常高 像淡江今年教育部提供的资料 淡江的市生比是29.9这么高 在这么高的城市比值的情况下 第一个教师的劳动权益 他必须非常操劳 接任教师被压榨 我看过就是今年也传出 可能会被解聘的法语系的接任教师 他的课居然要一次教200多个学生 我作为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的学生 我很多课都是在淡江大学商馆大楼 第二大的教师 那个教室可以塞174个人 问题是很多课 连这174人的大教室 常常都会塞满 塞到学生没有位置坐 必须要坐在地板上才能上课 那面对这么严峻的状况 这不只是发生在公行系 很多学系都是一两百人 在上他们的必修专业课程 在这种情形下 老师怎么可能会有余力 来改一次一两百多人的作业 怎么可能能够一次关心到 一两百位学生的学习进度 到没有跟到状况 所以很多老师也都坦白说 因为在学校不愿意多请老师 甚至理直太高的情况下 他们就只能挑简单的 好讲的来教学生 其实在公私立大学 其实有住宿需求的学生 大部分五成到六成的学生 都有住宿需求 可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排行 其实是有非常多严重的学校 他其实有七成的学生 他其实有住宿需求 但住不到的 那面对这样的处境 我们其实面对到说 如果学生他自己负担自己的住宿 按他被迫抽到宿舍 如果他在外租房子的话 他承受高额的租屋的费用 比如说他时薪如果是 一三三元一个小时的打工组的话 他如果在双北市求学 他如果不选择套房 他只是租便宜的五千五个月的雅房的话 他还要等于是一个学期要在外再打工 一百三十八个小时 等于每个月要做三十个小时 三十一个小时以上 他爸爸负担他自己的住宿费 我们认为说住宿费 基本上是因求学而产生 不可避免的教育支出 他当学生的居住权受保障 他的受教权 他在整个在学校求学的过程中 他才不会因为住宿的关系 遭受到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发现说 教育部跟各大学 其实在这件事情 等于是把公共的 住宿的公共性 整个是置身室外的 然后等于是 再不管是注射存量的部分 还是价格的部分 其实教育部 并没有任何的法令管制 说一定要 就是一定 学校的住宿一定要到怎样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对于学生的居住权 跟受到权是非常大的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到 市盈大学就是排行第一名 就是学店排行第一名 其实就是非常的惊叹 我描述一下上课的状况 这个大班的话教学 要一百多人才可以 就是塞进一个班上 然后大家 都老师们 就是自顾自而讲 然后我们俩过劳 每天都要拼升等 学生每天都要不停地打工 上完课就要出去 不停地上班 不停地打工 就为了酬学费 这是为了什么 很简单 新大学 已经是 以传播学籍为例 他已经 越过了 他 以工学院为名 学费要六万 但是呢 他还是要继续要求 他已经两次要 这几年已经要求 两次要涨学费 这么高的学费 还两次要涨学费 但是他给我们教学数值 你看 生师比 生师比 33.58 排行第一名 这么高的学费 就给我们这么高的真师比 这是非常的 完全没有教学数值 可以耶 非常的糟糕 再来看看 住宿不足 住宿也是排行第三名 一年给我抽浆床位 大家可以去上网看一下 学生这么多 老师这么少 还要大砍兼任教师 明明比例上已经 快一半 近一半都是兼任教师 还要砍兼任教师 教育部还包庇 这就是世行大学 我猜地雷大学 因为我看我们 整队四项 四项 四项是正式 兼任教师 课程 课程三年 我去做 课程三年 因为课程三年 有学校 为了计程经营的成分 然后就把我们课 砍掉 你任何不合格的 神师比 都会 这个被 教育部纠正 所以他 他那个 他那个数字是不对的 那神师比的 计算方式 这个 教育部有 教育部的计算方式 所以我相信 他拿的学习是不对 我们从来 没有任何一个 学习的神师比 是不合格的 我们的神师比 那我们现在数字是多少 我们现在 神师比 神师比你要看有好久 有一种是全校的 有一种是日间学识 还有系 那我们每一个 都是符合规定的 你比如说这个 全校日间学识 是一比二十七 我们是完全的 我们是一比 我们是在这个标准 神师比的计算 你本来就是 包含专任老师 还有根据现在的规定 它是包含兼任老师 你四个可以折一个 所以你每一个学校都是用这种标准去算 我们并没有 我们完全是合格的 那我们这个 下个学年度就是八月要开始 我们还真聘了一些专任老师 来取代一部分的兼任老师 所以神师比还会更进一步提升 我们今天没有调整的学费 这是第一个就是训绩错误 第二个我们的学费也没有比较高 我不知道它只是很依据 没有所谓的问题 也没有续聘问题 因为今天任老师的任期 本来就是以你开课的学期 或学年为准 你课开完了以后 下一个学期有开什么课 需要什么的老师 再重新去找 所以他没有续聘的问题 所以我就是在 相关的那个不训聘的老师的理由啊 其实有 你们其实给的非常不充分啊 你们从教育部那边拿到的资料 你们的资料是有万多十 你们解聘有五十 我们全部都提供了 恭喜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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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总共解聘了四十六名的 恭喜学店 恭喜学店 你们总共解聘了四十六名的 你们解聘了四十六名的非 非本职的家庭老师 那是我们的宝贝 我们绝对不放弃 所以因此呢 我们今天来的一个非常大的正常 我们每一个市 其实这就是教育部给大学放水的一些手法 比如说他在公开平台上面 他就说他要跟国际接轨 所以他用就是OECD 或是美国国家 比较常用的那种生殖品的算式 那算出来就是33.58 可是呢 他们在要审查这些教学品件 或者是掌不掌学长费 招生率的时候 他们就用一个放水的公司 就是进外生不算啊 接任教职给你加进去啊 也帝生也把你扣掉啊 实际生也全部扣掉啊 那之后变成说 每个学校的数据都会变得非常好看 那其实我们有趣性 我们有写发函去问教育部这个问题 就说哎 怎么可以公司不一样啊 教育部就是打弥补仗啊 就是说 公开平台上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吗 所以就用国际那一套吗 那为什么 为什么在实际上用法规效力的 他们就不愿意用这一套 他们就不敢回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